108年度災害防救生根第三期計畫 觀摩暨防災室表揚活動 在迎南社區活動中新登場 由副縣長陳真生主持 會中副縣長為81位防災室受政 會後並進行防災士兵演練 過程逼真 活動中也展示了108年度社區防災執行成果 說明社區如何針對貓洛西水患問題 進行防患演練 讓與會人員分享防災經驗 為了培養自主防救災種子 後製難投防災力 縣府今年度辦理兩T次防災室培訓 由鄉村市公所承辦人 社區夥伴以及企業參加培訓 最終共計有81位參訓學員取得認證資格 政府縣長表示 縣府自9月地震之後持續推動 三期災害防救生根企劃 讓社區居民生命財產更為安全 這除了要感謝社區主動積極參與 也要感謝近南國際大學協力團隊 福島鄉村市公所以及社區深入認識任性社區 比防災工作坊重要性 這些年來在防救樓工作 已經有三期的深耕計劃 經過十多年的歷練 也讓我們縣內的災區 又由我們的社區的加入 讓我們民眾生命財產更為安全 這方面也要特別要感謝 我們國立紀念大學 他是我們的協力團隊 從這十多年來的大家的協助 讓我們壽區以及鄉村公所的承辦人 對任性壽區以及防災室 有多一層的認識 那防災室是個人要經過課程的安排 信念採取的徵兆 今年我們辦理兩期的課程的安排 一共有81位防災室取得資格 那這些防災室大部分都是公所的承辦人 還有壽區以及我們企業族 大家共同來促成 當然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人 來參與豐宅市的一個扣程的培訓 以及取得徵兆 因為我們南樓縣過個壽區 都可以讓我們的居民 與壽區的民眾 生命財產更多一層保障 消防署災害管理組組長任嘉宇表示 辦理防災室訓練就是要強化民眾 自救護救能力 以便在面對災害時 能夠立即採取防災病的措施 保護自己以及社區民眾生命安全 政府救災能力就能集中投入 協助更需要的民眾 辦理防災室就是希望 增加民眾的自救護救的能力 大家把自己的防災救災的技能 還有觀念培養起來 在平常去加強各項的防災準備 等到災害發生的時候 就可以立即的採取一些避難的措施 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這樣子的話政府救災的能力 就可以去集中援助協助 更需要我們是協助的這些民眾的身上 消防局指出 旋根第三起計畫推動的任性社區 是針對社區轄內特有災害 進行屬性定位 並同步透過防災工作坊 並且推延等強化在地防災能量 朝向全方位的防救災目標邁進 活動中也展示 108年度社區防災執行成果 說明社區如何針對貓羅西水患問題 進行防災演練 讓與會人員分享防災經驗 劇者昌仙佛南圖市採訪報導 öd衞性的關係 1.5星後 3.9星後 5.15 8.18 14.19